为了让考第二的白月光开心 我把考第一的笑花拉进小巷 不但烧了她的书包 还不让她回家 结果少女的母亲为了让她遭遇了车祸 笑花也因此一蹶不振自杀而为 而我也在白月光的婚礼上 喝得太多酒精中毒直接隔屁 记忆如潮水般用 我揉了揉饭腾的太阳血 这是重生啊 还不只是简单的重生 而是先穿越了一次 经历种种然后现在又重生 重生站在这里的意义 是为了救赎吗 女孩近在咫尺 长发下是一片洁白的薄狗 脸上的些许灰尘 也掩盖不住她白皙的皮肤和绝美的容颜 向下看去 稍显骨髒的校服甚至能遮住脚 我要稍稍拉开点距离 才能看到她破洞的裤子 凄美的破碎感 让我心脏都多跳了一下 真是个畜生啊 听到了我的话 温暖的眉梢动了动 四目相对 我从她眼里看到了些许疑惑 然后便是无尽的冷漠 一个无助的少女正在被自己逼动 这个少女如果再往回去一点 她妈妈就会被车撞死 脸上异性阑珊 回忆着之前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 欺负一个女生着实没什么意思 算了 你走吧 不是风哥 你之前不是说 怎么你不服 还想出声的人立刻就不敢吱声了 我记得她 刘伟 其实前世做的很多事情 本质上没有那么糟糕 可惜那时候的我没什么脑子 总是被这家伙硬拱火 最终拱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这一次带走温暖的事情 其实就是被刘伟拱火促成的 这家伙很会装 嘴上喊风哥被地里骂傻叉 虽然我以前确实傻 特默的一群到老爷们欺负个女人 这么没出息的事情老子干不出来 散了散了 各回个家个找个妈 目送几个小弟散去 我又看向还在凝视自己的温暖 你还看啥 走吧 温暖虽然疑惑我为什么突然终止了恶行 但不用被继续欺负总归是好 他迅速起身就要离开 我却突然叫住了他 喂等等 听到我的话 温暖冷漠清澈的目光中 满满的防备和怀疑 被一个美女防狼一样看着 我多多少少有些尴尬 不过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 事情都发展到这样了 想洗一下自己都很困难 只能拿起地上那个有些破旧的书包 回忆着曾经那种霹雳脾气的女孩 那第一名 温暖原本想说声谢谢 可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完全没理由这样说 谢什么 谢他把自己强行带到这里 还是谢他扯断了自己的发生 难道还要感谢季风的不期之恩 没这个道理 默默背上书包 温暖朝着工地外走去 这里是市里郊区 温暖的家正好在反方向 要是让温暖这样走回去 怕是得两个小时 到时候都十二点多了 记忆中这天晚上的细节我并不知晓 当时光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直舔顾雪亭 只能依稀记得后面的一些学校传言 温暖妈妈应该是十二点见温暖还没回来 才外出寻找 然后出的是 我们晚自习九点下课 晚一个多小时还算能说得过去 要是十二点都不回家 他妈肯定会不放心 温暖的脚步很快 没有手表 也没有手机 他只能根据之前耽误的时间 估算一下现在几点 看着月亮温暖微微醋眉 时间估计很晚了 得快点回去 妈妈肯定会担心的 他妈妈的身体不好 而且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 心脏病不宜剧烈运动 他怕自己很晚回去的话 妈妈会跑出去找他 想到这里 温暖紧了紧书包的背带 脚步比之前更快的一份 机车排气管的声音就在耳后跟着 速度应该很慢 喂 上车 我顺你一场 突然听到我的话 温暖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伙又要搞什么名堂 但素质和教养让温暖做出了回忆 只是声音依然冷漠 谢谢 不用 怎么 不愿意 还是说你想再回去 现在可就你和我两个人 听到季风的威胁 温暖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这样的威胁让他感觉愤怒 他是一个普通学生 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也不会像季风这样的恶霸妥协 我不会上你的车 大不了 还跟他说废话呢 懂事点就上来 都这么晚了 你这样走回去得几点 温暖你也不想让你妈妈太多担心吧 温暖微微一愣 我这番说辞 好像真的有些道理 太晚回去 妈妈确实会担心 你还处在那干啥 早点上车就早点回家 这个世界不止你一个人有妈 我也有 我还等着回家看我老妈呢 温暖撇过头 他也是个很干脆利落的人 既然做了决定 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结这些 跨腿上车 温暖几乎把屁股移到了座椅最后面 以便于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也懒得计较 我也只是不想让这一世的自己继续作孽吧 走喽 抓着点两边 两人一路无话 一直到一辆杂肚车 我连忙急杀 反应不及的温暖直接撞在了我后 这一撞让我彻底愣住 该怎么去形容校服下的世界 撞上季风的温暖连忙用手推开 同时生若闻营 对不起 好家伙 他还感觉是自己的错 这女孩真是和平日里冷落冰山的样子有些不同 不是你的事 你倒什么欠 赶着头胎 妈拉个八子的 听着我骂人 温暖只是默默低着头 不评价不负荷 重新上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的差距 温暖对我的抗拒似乎减少了一起 每到红灯刹车的时候 他会主动用手推一下我的腰 以防止自己贴到我身上 这也算是我们骑车过程中的唯一借助 来到温暖家的城中村市 时间已经来到了十一点时分 这个时间确实很晚 晚到他的妈妈王亚琴 已经站在巷子路口等他回来 妈 我回来了 温暖的妈妈王亚琴看起来有些憔悴 不过古像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他昔日的容颜 此时王亚琴目光有些闪烁 眼神在季风和温暖之间徘徊不定许久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解释的温暖只能低下头 拽着自己的书包袋 平日在学校里冷落冰山的温暖 在妈妈面前就像是一只懦懦的小鸡 这种时候我这个老游子再不说点什么 温暖妈妈估计是过不去的 自己女儿被鬼火混混带走 发生了什么 这太容易让人联想了 于是我挠挠头 露出一副憨憨的表情 阿姨 我叫季风 是这样的 这不是要冲刺高考了吗 现在老师弄了个一对一的助学活动 让优生帮差生补一补课 我就是被帮助的那个哈 真不好意思 耽误了温暖同学这么久 怕您担心 所以我主动把温暖同学送回来 顺便给您解释一下 听到我的解释 王亚琴眼中的怀疑稍稍减少了几分 温暖是这位季同学说的那样吗 嗯是的 我再给季风补课 帮助同学是应该的 但是不该弄这么晚 若是需要给季同学补课 时间可以安排在周末的时候 这样合理一些 阿姨说的是 那以后要是补课 就安排在周末吧 阿姨你们赶紧回去吧 都这么晚了 我也得赶快回去 再晚一点我怕我妈叨了我 听着我开玩笑式的语气 王亚琴也笑了起来 那你快回去吧 阿姨再见 哀小男你怎么不跟同学告个别 此时温暖冷漠的俏脸上多了些古怪 周末补课 他不会真的要来吧 季风再见 嗯明天见 两世为人 再次见到母亲 我心中感慨万千 人终将被年少不可的之物困扰一生 曾经我的不可得之物 可不只是顾雪婷这个白月光 还有那对看着自己沉沦的父母 和他们脸上逐渐消失的笑容 自己当时舔顾雪婷舔的失去自我 做了太多的错事 而父母就跟在我后面 一点点地给我擦屁股 却也毫无办法地看着我沉默 曾有人问 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女孩子 陪一个男孩子长大吗 当然有 妈妈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也才二十几岁 当时的她风华正茂 我绝不顾西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季芳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我叫你来怎么没来 顾同学你在说啥 昨晚 昨晚我补课呢 顾雪婷嘴角抽抽 你补个锤子课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 你怎么不回我 还关机了 答应我来也没来 顾雪婷说着就要拿出手机 却突然想起手机 还在军豪配TV那压着 我也没跟她客气 直接拿出自己的手机 翻到我和顾雪婷的聊天记录 那干干净净 清空的一点不剩 你看看 我们昨晚哪有联系过 你不要诬陷我好吧 我可是正经学生 是不会去军豪KTV那种地方的 季芳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理你了 雪婷啊 再过半年咱们就成年了 十七八岁的人 不要说这种七八岁孩子的话 好不好 你都有男朋友了 跟我走得这么近 不怕燕红浩吃醋 哦对了 你有事可以找燕红浩啊 干嘛找我 我又不是你的谁 提到燕红浩 顾雪婷顿时有些急 红浩他 他也忙于攻克的 别结巴了 他怎么样也不关我的事 我也不想知道 听到季芳的话 顾雪婷陷入了沉默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种沉默持续了很久 一直到季芳盯着右手边的一个 无人座位好一阵子 突然打了个宝格 雪婷啊 这包子你吃吗 顾雪婷嘴角微微扬起 果然 季芳还是那个季芳 他还是会顾及自己 永远都不会变 哦 我还没吃 说吧 顾雪婷对季芳伸出了手 我也是没与舒展 总算没浪费 只了只包子和蛋汤 这个一块 这个三块 要几个 顾雪婷一脸的不敢置信 那个对自己摆一摆顺的人 居然开口问他要钱 顾雪婷压着自己起伏的胸口 努力不让自己吼出来 季芳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撇撇嘴 咱俩虽然挺熟 可亲兄弟名算账 熟人吃饭也是要给钱的 你 季芳 你出来一下 顾雪婷刚想发飙 班主任黄继海就冷着脸站在门口 办公室里老黄冷着脸开口 季芳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不知道 说说吧 你昨天晚上晚自习下课后去哪了 果然还是有人打了小报告 就是不知道哪个干的 我昨晚补课 认真学习来着 怎么了黄老师 你也别在这狡辩了 今早已经有人跟我说了 黄继海双手环抱靠在椅子上 多人举报 你欺负殴打同学 今天你不说清楚 高低是要落个处分在头上 来继续说 我今天就坐这儿 看你能不能说出一朵花来 我表情有些难崩低声嘀咕 到底谁举报的 他们也许是骗你来着 你老问谁举报的干啥 怎么还想打击报复同学 我撇过头 没这回事 黄老师你误会我了 也许你听到的并不是真的 不信他们 行啊 但你总得给自己找个人证明轻巴大 你说说班里谁能跟你证明 说不出来了 来 跟我到教导处走一趟 眼瞅着木已成舟 一个略显清朗的声音从门口 老师我可以为他证明 昨天我确实在给他补课 温暖你要是被欺负了 就直接跟老师说 不要怕 老师学校都能为你做主 要是有人威胁你也不用担心 你中的一些毒瘤是呆除了 谢谢黄老师 真的没人威胁我 也没人欺负我 昨天晚上我真的在给季风补课 黄继海听到温暖这样讲叹了口气 哎算了 你要有事就和老师说 还有补课的事情 行了回去早读吧 没事了 那我走了呀老黄 你叫我什么 还没等黄继海继续问罪 我已经一溜烟的跑了 来到走廊 我默默的跟在温暖后面 温暖谢了 不用 温暖还是老样子 无论是昨晚回家还是此时 都回归了他那种生人无尽的状态 回到教室 我看到了温暖桌上放着的馒头和咸菜 印象中他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吃早饭的 但我以前没怎么关注过 看了眼自己桌上还没凉的包子和蛋汤 目光向上看了回 随后快速放在了温暖桌上 包子 还有蛋汤 温暖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不用 昨天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早饭我买多了 要不你换换口味 反正丢了也是浪费 不要钱随便吃 见他还是一副冷冷的样子 软的看来是不行 那就来硬的 真我不吃 是不是不给我季风面子 来今天要是不吃 晚上放学别走 温暖撇过头看向窗外 还是没有理会我 只是伸向冷馒头的手 在半途中转向了包子 随后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了起 两人的一举一动 都被同学们看在了眼里 高中时期同学之间的八卦 简直要比后日职场还要离谱 在看到温暖吃季风递过去的包子时 已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哎 昨天晚上温暖和季风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昨晚上的事情可不简单哟 不会吧 你以为呢 带节奏的人正是之前拱火的刘伟 看着我站在他面前 这个名义上的马仔有些几倍发凉 天不热呀 刘伟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疯哥 你疯哥我要好好学习了 这种破事以后少多嘴 不然沐花可要小心了 刘伟只能目光躲闪的低下头 其实我知道刘伟喜欢温暖 但温暖的目光中 从来都没有过刘伟 连停留一下都做不到 所以刘伟的那种喜欢有些不太一样 昨天晚上拱火季风去赌温暖 今天又给温暖造谣抹黑 都是他畸形喜欢的一种表现 温暖对于刘伟来说太高高在上 不识人间烟火 似乎只有把他污染 让他落入凡尘 他在以救赎者的角色出现 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 曾经的我根本看不透这些事 但此时的我就三个字 目光如炬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真的翻看起了自己的课本和笔记 看到零零散散的一些乱图乱话 我叹了口气 哎 我大抵是吃了 这书横竖都看不进去 这书上的字犹如恶鬼的低语 想要乱我心智 高中只有两个结局 一个是高考 另一个也是高考 罢了还是看吧 有了明确的目标 我硬着头皮学了一上午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浑浑噩噩噩地走到食堂 高三啊 着实有点痛苦 餐盘落下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一份鸡腿饭 这饭是温暖打给我的 温暖你做什么 还你早上的包子 我低头看了看餐盘里的鸡腿 又看了看对面只有白饭的餐盘 君子不识鸡来之时 再说了 老子什么身份 还需要你情 别烦我 拿回去 你不吃可以丢掉 丢掉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小学生都知道你不知道 你怎么念的书 说吧 我直接将温暖的餐盘移准 然后把自己的鸡腿饭推了过去 然后用食指指了指 他作为警告 我跟你讲 你别烦我呀 看了一眼满脸凶横的我 温暖只是看了一眼 我面前的餐盘 就再次低下头 那是自己吃过的 吃完饭回到教室的我 又开始了认真模式 接下来的两天 我利用信息差 找弟兄们做的流量计划稳步进行 还租了间房子作为工作室 而我本人这几天 基本属于是课堂做大牢 除了每天早上运动时 会碰到同样晨跑的温暖 作为一些情绪上的调剂外 我甚至都不怎么和其他同学讲话 当然晨跑的温暖也不跟我讲话 期间顾雪亭也找过我几次 只是我完全没有搭理对方的意思 因为真的有在认真学习 我感觉自己用脑子用到头发都不找 语文英语还稍微好点 可数学就不同了 前面的课落下太多 现在我看数学和看天书没什么区别 拆开题目看每一个字他都认识 可聚在一起之后 连下笔都不知道从哪下 思索片刻 我一把拿起数学书 朝着那个位子走去 他又干啥 不知道 该不会要去打温暖吧 在众多同学诧异的目光下 我拉过来一个座椅 大啦啦的坐在温暖边上 温暖抬眼看了看望 默默把手里的凉膜塞进捉洞里 他的动作其实很小 可这些小动作完全逃不过我的目光 我没吱声 只是拿出自己的数学书指了指 你能不能帮我讲讲题 温暖顿了几秒 抬头看向季风的目光有些疑惑 似乎在确认我是不是逗他玩 我看不懂一点 实在没办法了 好 从哪题开始 就这个 以至函数F X等于 温暖讲题的时候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语评 是完全不同的气质 是自信 绝对的自信犹如光 我曾在顾雪婷的身上看到过这种自信 因为顾雪婷学习好长相好 家世也不错 但温暖不同 温暖大部分的时候都跟个边缘人一样 她太冷而且家里经济不好 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 经济不好真的会让她们失去那种自信的气息 哪怕是学习 温暖考入高中之后 在英语方面也有着极大的短暖 两年半的时间 她一直都是追逐着 一直到上次月考 她才登顶年级第一 对于家境不好的温暖来说 或许只有在学习上 她才能毫无保留地展现自我 散发自信 这题的基础解法就是这样 你听懂没有 没 没听懂 没事 我们再来一遍 好 这一次 我也将注意力集中在题集上 我和温暖讨论学习 这是放在以前班里人只会当笑话 可事实就在眼前 很多人只感觉抽象 哥妈 我是不是在做梦 温暖在给季风讲题 要么我呼你一巴掌 你试试 闲言岁语多了之后 讲完一题的温暖停了下来 还没开口 顾雪婷就气冲冲地走到了季风面前 季风 你到底在干嘛 是不是我这阵子没有理你 你故意这样做来亲我 即使在顾雪婷看来 我也不可能争取学习 我所做的一切 不过都是为了气她 我面色复杂地回头看了她一眼 谱姓女真下头 回头敲了敲温暖的桌子 不知道我稍微认真读个书 刺痛了哪些人的神经 他们就像踩了屎 扎了胎 跳了脚 偌大的教室不属于我一分 这些人的脸上只剩下两个字 嫉妒 罢了 留在这里只会被这些傻子 指指点点 不如换个地方 好奇怪的话说 感觉怎么说呢 有点文学底子 却又完美融入了一些粗话 我都可以 走走走 这里傻子太多了 我怕传染 我拽起温暖就走 温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拽到了教室门口 不用拉我 那走吧 季风也没说去哪 温暖也没问 就这么一路跟着她来到食堂 这里更吵吧 大脑的运转需要消耗很多能量 先恰反吧 不然学不动了 那我回去了 哀疼会哀讲题呢 你这个时候回去做什么 温暖扭头看向窗外 想着自己的饭还在捉动你 我也要回去吃饭的 见温暖又要走 我再次拦住对方 换了腹恶狠狠的表情 我刚才差点被你一句话说的小脑萎缩了 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我找家教一节课多少钱 一百二十一个课试 你给我补课 我还能差了你这顿饭 坐下 温暖没吱声 不过也没有继续离开的意思 找个位子坐下 你吃什么 随便 我没继续问 随便 小样撑不死你 可当我把餐盘端过去的时候 温暖居然没说太多了吃不掉之类的话 只是看了看餐盘上的食物后 声若闻引导 谢谢 随后就直接吃了起来 这顿饭我越吃越是心惊 吃一半的时候 我都开始打嗝了 对面的温暖居然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知道温暖很有料 但他很瘦 这样的吃饭方式 让季风想起了那些工地上的工人 虽然同样很瘦 却能够一顿吃七八顿馒头 三四碗米饭 此时的温暖 就跟那些人差不多 很缺少营养 在吃掉一大半的时候 温暖悄悄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早有准备的我已经撇过头去 根本没看他 这才让温暖放下了心里的别扭 继续吃 一直到把饭全部吃完 我都没再说过一句话 我吃完了 吃完走啊 愣什么 不还得给我讲题吗 一直到走出食堂 我都没提温暖吃饭时的举动 温暖表情依然冷漠 但目光早已经躲闪到别处 撇过头不只是为了避开季风的目光 因为吃太多的人 他还悄悄打了个嗝 有了温暖的帮助 我度过了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晚自习 等到第二天 大家逐渐接受了季风与温暖这个 滥仔家年级第一的奇葩学习组合 还是感染了一些人呢 比如班长李龙 他就主动跑去找顾雪亭发出了邀请 雪亭我们也一起学习吧 可顾雪亭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竟直走到我和温暖呢 季风这题我给你讲吧 我也会 认真学习中的季风很烦别人这样一直打扰他 前世做了太久的上位者 脾气真的不怎么好 抬头就准备喷人 恰好看到温暖撇过头 看向窗外的荧幕 很明显 要是季风和别人吵起来或者离开 他也会默默接受 温暖似乎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 很边缘人 盯着温暖我突然就消了气 不用了顾同学 有温暖同学教我就好 他超厉害 雾雪亭正主 虽然这些天我已经连续拒绝他好多次 可他还是没办法接受我现在的态度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难道我拒绝了你 就不能继续做朋友了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嘴角抽搐 骨性女太哈人了 我没说话 顾雪亭不依不饶地继续 他厉害 难道我就差了 他年级第一你才第三 高下力判好吧 班长李龙见季风拒绝了顾雪亭 连忙走过来插入话题 雪亭你看 温暖和季风已经有些默契了 我们这时候加入只会互相打扰 不如我俩一起 也好互相督促 他们有什么默契 你眼睛瞎了吗 李龙被顾雪亭打脸两次 脸色也是一阵青红 周围一些吃瓜探戏的同学 甚至鼓起了腮帮子 生怕自己笑出来 季风你别这样了 好吗 我不想这样 我们回到以前那种关系好不好 有人劝好有人劝坏 两种我都能理解 但劝人死的 你还是夺一份 你是真想我死啊 赶紧滚 你已经耽误老子九分钟学习时间了 我一凶 顾雪亭连忙后退一步 李龙上前扶他 却被他一把甩开 李龙站在原地凌乱了一会儿 脸色忽明忽暗 不知道小些什么 而季风这边已经重新开始了和温暖的学习 随着几人的插曲平息 教室又重新回归平静 周六 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课 白天大家还是照旧的学习 一直到了傍晚 我准备照例喊温暖一起去食堂吃饭 可窗边的那个位子上并没有人 起初我也没放在心上 就准备坐下来等一会儿 可刚坐下来没多久 我耳边就传来了些闲言碎语 温暖被老黄叫走了 听说是和季风的事情 早恋 估计是要叫家长了 也不知道温暖是怎么想的 整天和他混在一起 我突然起身 刚才还在传八卦的几个立刻闭上了嘴 这是谁传的 是班长 我没有再追问什么 静止走出教室 然后在老师办公室门口转悠了一圈 我又不是什么霸道总裁龙奥田 冲进去救人之类的戏码太扯淡 来这里只是为了看看温暖在不在 几天的接触下来 我发现温暖这女孩挺自闭的 除了讲题的时候有些自信 说实话 温暖的这种性格并不算好 虽然学习很努力 可她身上总是有种消极感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季风你怎么在这 看到对面来人 我微微眯起了眼 没找到温暖却碰到了她 班长李龙 我心头有点火气 不过懒得和李龙对线 温暖呢 不知道 可能是被黄老师批评了之后 心情不好吧 毕竟下周一被叫了家长 刚才还哭了来着 估计自己这时候也挺悔恨吧 提到悔恨 李龙略显得意地看了季风一眼 但我现在的心思都在温暖身上 听到温暖刚才哭了 我心里突然就有种不妙的感觉 温暖的性格其实挺天机的 孤僻不合群 已经算是她的一种伪装了 前世在母亲去世 高考失利之后 她直接选择在学校自杀 她从来都不是那种 在坚强和挫折中成长的小白花 正相反温暖的性格很脆弱 所以平日里吃饭学习 我都是大大咧咧 尽可能照顾温暖的情绪 除了弥补前世对温暖的过错外 我也实在不忍心伤害这种脆弱的小花 被李龙这样挑衅 我深吸了口气指着对方的鼻子 她最好没事 不然你指定有事 季风学校是讲校规的 我讲你妹 甩下这句 我直接离开了教学楼 先是来到食堂 然后是操场 甚至女厕所我都托人问了几个 依然毫无所谓 我站在操场上 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微冷的夜风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天空 迎着月色 我好像在教学楼的天台边上 看到了个人影 一闪而过 操 不会吧 我连忙返回教学楼 直奔天台 美丽的校服女孩 坐在天台的蓝单旁 默默地凝望着天空 即使此时的月色已如画卷 但它依然让这幅画卷 更加灿烂多彩 我一改往日风风火火的气场 默默地走到温暖身边坐下 什么都没说 见我坐下 反倒是平日里 几乎不会主动说话的 温暖率先开口 季风 人生这条路太漫长了 为什么这么说 那些哲学书上说 人生就是一条路 途中会历经坎坷风雨 有时候要迎着风 要顶着雨 有时候还要借过 人生这条路太漫长了 活着真的好累啊 说完温暖便回头看向我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主动指示我 目光有些刺眼 像是在期待我的回答 我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同样注视着温暖 温暖难道有抑郁的症状 你想死 我没有去问为什么 前世他是真的死了 就是不知道主要原因是不是自己 所以听到这个答案 我也只是稍稍地沉默了几秒 心里的人真的可以看到事件一切 可惜的是 你唯独没有看到珍贵的自己 珍贵 说想死的人都在虚张声势 以求命运网开一面放他一马 真想死的人会像一台沉默的列车 毫不减速地冲向没有洞口的山壁 玉石俱焚 把生活和至亲之人的回忆撞成飞灰 温暖张了张嘴 他很想知道眼前人 和那个曾经的混混 真的是同一个人 你是在劝我吗 是的 一个真正想死的人 不会再计较人们说什么 一个拿死说来说去的人 以我的经验来看并不是真的想死 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还在渴望爱 这一瞬间 温暖的目光中似乎多了些光 但又很快熄灭 他低下头声音越发冷漠 我没惹过任何人 我起身站在天台栏杆的边上 任由叶峰轻抚自己的脸颊和头发 我笑了起来 因为温暖一旦恢复这种冷冷的状态 那就说明他好了 好了就不会想去死 不过温暖却有些不理解他在笑什么 你是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些人天生就是贱种 他们一天不搞事心里就难受 这些人除了长得像个人 他们做的是说的话 基本上和宰种无异 他们只是看你弱 觉得你好欺负罢了 谢谢我好多了 辛勤的小姐可不是一天两天 可以多做做喜欢的事 靠近一些喜欢的人会好起来的 喜欢的事 喜欢的人 见温暖若有所思 我想起了前世他和燕红号之间的传闻 当时所有人都说他喜欢燕红号 可最终燕红号选择了顾雪婷 温暖失去了母亲 又失利了雪喜 然后他选择了自杀 我觉得这妹子真的太苦了 自己应该鼓励他一下 如果你喜欢燕红号的话 就勇敢去追 不要去怕任何人任何事 原本一番劝慰之后 温暖还软软诺诺 可听到我说起燕红号 温暖突然站了起来 神经病 丢下一句话 温暖直接走了 只留下了风中凌乱的我 我说错话了 算了不想死就行 温暖没跟我去吃饭 我只能去食堂买了两份炒面 没办法我要是不带饭的话 温暖大概率会啃膜 而且是还没完呢 回到教室 温暖已经坐在了座位上 我刚把炒面放过去 不吃 还生气 这气什么 有什么好气的 算了 女人心思多 先把不理一下 随后我将李龙教育了一顿 起身返回了座位上 班级里的气氛依然压抑 以前的我就只是混混 现在的我 一个偶尔懂礼貌 打人又特别很混混 沉默压抑的气氛 被一阵脚步声打破 班主任黄继海 你们脸怎么了 李龙看了看黄继海 心中顿时涌现出一股狠狠告状 然后让我得到重罚的想法 可未观的窗户吹进一丝冷风 马上浇灭了他的这个念头 告状之后 就不会动手了吗 他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他不能折在这 没 没什么黄老师 刚才不小心摔的 黄继海走过来看了他一眼 这很明显就是被人打了 你确定自己是摔的 就是摔的 黄继海打局不对 来你们谁说说 李龙脸上怎么搞的 到底是谁打的班长 牟硬阳 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我不到啊 老师 我 我刚挖屎去了才回来 焦裕乔你来说 不知道我也刚回来 班长脸上的鞋印清晰可见 暴揍班长的人明明就在班里 班主任的问话却无人应答 班里的学生各个沉默 生怕惹到旁边的那位 邦邦给你两拳 若是住院耽误了学习高考 那真是后悔一辈子 连续问了两人没有答案 黄继海顿时有些上头 都不说是吧 好那我们就等 等到有人说未止 我有的是时间 我就不信吗 一中能容得了这种独立喽 黄继海说话已经若有所指 我叹了口气 这个时候我肯定是不能当缩头乌龟 让全班人跟着背锅的 正当我准备起身承认时 一直悄悄盯着我的温暖 枉然站起 黄老师李龙是自己摔的 我亲眼看到 被众人注视的感觉很不好 可今天的温暖有点奇怪 温暖你在说什么 黄老师不会连我也不相信吧 好温暖 你很好 毕竟说话的人是温暖了 温暖可是全校第一 现在温暖这样搞 黄继海有些下不来台 最终只能甩手离开 回到办公室的黄继海心中愤愤 他觉得温暖会这样 完全就是因为我的纠缠 温暖原本多好的孩子 竟然我这个混子得祸害了 这个温暖都冲刺阶段了 还放纵早恋 星期一他妈妈来了 真的好好说他 好好一个清北的苗子 不能就这样堕落下去 就是 大部分人的表情都很怪 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我本人 刚才温暖家帮他说话 对老黄的时候 有种把门焊似的感觉 好猛了 这天晚上的晚自习 我没有再去找温暖 只是自己在作业本上画圈 画了好多的圈 这种卵如脑残一样的举动 被我自己深深唾弃 然后在唾弃之后继续画圈 一直到晚自习结束 星期天早上 我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晨跑 很意外的没有遇到温暖 今天早上过来 本是想跟温暖说声谢谢的 可惜 迟疑了许久 我骑上了自己的步 朝着城中村方向奔去 说好要不客的 我可是守信人 不能失约 我骑得有点快 当我来到上次 送温暖回家的那个巷子 却发现自己 根本不知道温暖住哪 那天晚上我并没有 送温暖回家 温暖也没有手机 现在站在巷口的我 宛如一个憨憨 实测呀 正当季风觉得 今天的补课行动 恐怕要落空时 温暖的声音 却在他身后响起 你怎么来了 我来补课的 我说这话的时候 稍稍有些心虚 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锐气 看向温暖 才发现他手中 大包小包拎着许多东西 你才买回来 我帮你拎吧 温暖看了一眼季风 表情和声音 都恢复了曾经那种 冰冷的状态 不用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 等到温暖走了好远时 他突然回头 你不是要补课 为什么还站在那 阿来了 我连忙跟上 不过温暖 依然没有让我帮忙拎东西 跟着温暖一路 在巷子里前行 在一扇包裹着 红绿编织带的 锈铁门前停下 温暖熟练拿出钥匙开门 屋子很小 一眼就能看完 房间里有一些药味 有中药味 也有一些 需要消毒水的气味 听到声响 王亚琴缓缓起身 靠在了床上 你是那天晚上的 那个季风同学 是的阿姨 我今天来是找 温暖同学给我补课的 嗯 我知道 那天晚上 妈该吃药了 温暖端着一杯水 递给了自己的母亲 王亚琴 也打断了聊天 哦好 那我先吃药 我默默看着 王亚琴吃药 房间太小 除了温暖的书桌和床上 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在来之前 我有过心理建设 可我还是没想到 温暖家的条件会这么差 不好意思啊 季风同学 家里太小了 有点急 没关系的阿姨 你们 妈我等一会 要给季风补习功课 待在家里挺不方便的 也会影响你休息 等一下我们会出去可以吗 这已经是温暖 第二次打断 我和王亚琴之间的对话 有些尴尬 总感觉温暖 不是很想让我 和王亚琴说太多话 王亚琴也没再继续 她只是看着自己的女儿 而温暖也同样 盯着自己的妈妈 许久温暖又重复了一遍 可以吗 沉默的王亚琴 又重新笑了起来 当然可以 谢谢妈 温暖的声音有些小 我明显感觉到 她像是松了口气一样 那妈我们走了 周末你就好好休息吧 到了此时 我就算在迟钝也明白过了 温暖和她妈妈关系 并没有那么简单 甚至可以说很复杂 这样来说 前世温暖自杀的原因 也变得更复杂了 我俩带着学习的资料出了门 我们去哪 随便 去图书馆吧 那里有空位子 相对安静也免费 好 严谨一改 很快来到市里的图书馆 找到角落的位子 两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 到了中午 季风简单买了几个面包 买了两瓶水 就打算在这里和温暖凑合一下 当季风以为他们会快速吃完 然后重新进入讲题状态 温暖却突然开口 季风你之前说的做流量变现 我能从他身上 感受到那种什么事情 都要自己来承担的情绪 这样的女孩子一旦需要钱 往往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现在我应该怎么说呢 沉默中我突然开口 我找家教补课 一个课室是120 平时在学校白天加晚自习 算你一个课室 周末我们一起来图书馆补习 半天算两个 全天算三个课室 按照六天两个课室 周末两课试掌 每周就是15个课室的补习时间 虽然你能力上 比一般的补习老师强很多 但你没有从业资格证 所以我也不能溢价 给你补习的费用 这样来算 每周我只能付你 1800的补习费用 一脸诧异的温暖举手打断了 等等我问你的不是这个 而且给你补习功课讲题 是不用收费的 我没说话 居高临下地看着温暖 此时温暖只能躲开我的目光 都是为了赚钱 你能接受自己 去一个完全不懂的领域 花时间去购入学习探索 然后用普通人 都能掌握的技巧 透支自己未来的潜力 去赚一点辛苦钱 却不能接受 靠自己强悍的专长 去赚省力的钱 说实话有点蠢 且没什么道理 我 温暖背对了之后 就有些无措 这种小丫头 怎么可能说得过我 我插起自己的双手 并没有停止 自己的语言打击 温暖 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 很有天赋 未来不可限量 别干这种蠢事 也别浪费自己的时间 和天赋可以吗 略显严厉的言辞 换来的是温暖沉默 许久才听到一个 很细小的声音 知道了 见温暖委屈巴巴的 我笑了笑 给他接了一杯温水 放在桌上 收起了刚才的灵力 我们继续吧 温暖老师 好 下午两人各做各的事情 互相都没有再去搭理对方 离开图书馆的时候 已经五点了 熟练的踏上鬼舞 并没有直接回去 而是去了营业厅 来这里干嘛 交话费 那我在这等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留在车旁的温暖微微醋眉 这充话费的时间 未免有些太久 等急了 没有 这个给你 温暖微微一愣 虽然心里隐隐有些猜测 可看到袋子里的手机时 他还是立刻拒绝 抱歉 我不能要这么贵的东西 温暖的拒绝完全在我预料之内 充话费送的不要钱 那你可以把它送给家人 如果我需要手机 我会自己赚钱买 这么便宜的手机 我家人看不上 这丫头一根筋 我要是说什么不要 就丢掉那种霸道总裁的说辞 温暖大概率真会直接丢掉 温暖 其实我每天回家的时候 也会复习功课 但我的水平 你也是知道的 很多题目 尤其是理科的题目 看不懂学不会 待在家里也是求学无门 想找你帮忙都没门路 你要是有一部手机的话 我通过QQ或者微信 就能联系到你问你问题 所以 收下吧 我真的很需要你 温暖默默低下头 让季风看不到他的脸颊 只有耳根的位置一片通火 迟一一会 温暖默默的接过季风 递来的手机袋子 回去咯 嗯 重新回归校园 我的生活节奏逐渐稳定下来 每天早晨锻炼 白天学习 晚上回家督促小弟做流量 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 可好像一切又都变了 温暖妈妈来到了学校一趟 也不知道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 一整天都很平静 而且在那天之后 老黄那里的早恋风波也平息了 时间飞逝 一转眼就到了月考的日子 成绩下来 温暖还是年纪第一 而我也从196分变成了466年 上了课课课的老师 开始讲解试卷题目 一直到中午 又干一早上的我生了个懒腰 就准备喊上温暖去食堂吃饭 班级门口突然穿入了一个红色马尾的亮 虽然没有温暖和顾雪婷那样漂亮 但也很好看 她火急火燎地跑到我面前 表情略显羞涩地递给我一封 带着爱心的信 季风同学 这个给你 我没有说话 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着那封带爱心的信件五味杂陈 居然有女生跟自己表白 还真是第一次 对面这个不认识的女生 见我迟迟不接心 顿时有些焦急 季风同学 女孩的情书被人突然拦下 你做什么 来者是已经有阵子没纠缠我的顾雪婷 再过两个月就高考了 这个时候早恋实在太不像话 我自为和你一起长大的朋友 自然有必要监督你 在说别人之前 你不应该先想想自己吗 那个谁 燕先生 我提及燕红号 顾雪婷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起来 我已经有阵子没和她联系了 季风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与我无关 我也不想知道 我冷淡的态度瞬间刺痛了顾雪婷 这一个月时间里 顾雪婷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劲 没有了以前的虚寒问暖 没有了曾经的细心照顾 更没有了过去的随叫随到 季风你以前说过会一直喜欢我 一直照顾我的 我是你的白月光 你还记得吗 别瞎说 哪有什么白月光 那只不过是少年时代的滤镜罢了 我们总要回归现实的顾雪婷 以前的季风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只想好好学习 抱歉让一下 你别走 顾雪婷直接拉住了我 我想要拽过手 顾雪婷却死死抓住我的手臂 不让我走 正当我有些上火的时候 一道冷清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走去吃饭 冷冰冰的声音让季风三人同事一乐 平日里都是我主动找温暖一起去吃饭 今天还是温暖第一次反过来找我 温暖身上的气压很低 面对她顾雪婷下意识的就松开了手 我笑着看了温暖一眼 好 这时之前那个表白的女孩又换了一声 季风同学 我这才想起这个跟自己表白的女孩子 这位同学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谢谢你的喜欢 也谢谢你鼓起勇气 向我表达心意 我很荣幸也很幸运 这份深重的情感我心领了 但我很抱歉 没办法收下这份厚礼 以后你会遇到更好 更优秀的男孩子 最后祝你虔诚似锦 说吧 我在女孩盈盈的泪眼中 对着她轻轻攻深 这是一份尊重的句句 比起顾雪婷那种掉着我几年的做法 不知道高尚多少 此时周围的同学也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女生会觉得我给了女孩尊重 男生会觉得我像个真正的隐瞒 所有人也都因为这次的表白 感受到一些美好和遗憾 脱离人群的我松了口气 谢谢啊 刚才压力真是巨大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温暖没吱声 低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直到食堂门口食材应声 不用谢 打完饭 我从递了张卡给温暖 那补课的费用 温暖看着我递过来的卡 目光有些失神 帮你补课只是顺带的 也没有花费太多精力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 劳动所得请务必收下 不知为何 看到我给他的卡 温暖心里很不舒服 可他真的很需要钱 吃一半上最终还是收下了卡 然后便是两人后半天的沉默 双方都没有再说额外的话 回到家中温暖拿出自己的手机 犹豫片刻发出了消息 明天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饭 刚洗完澡的 我看到信息时不由的疑问 仔细确认了一下发信息的人 我有些无措的搓了搓下的 要是一般女孩 我想都不用想肯定就给拒了 但这是温暖啊 在我纠结于该怎么去回答温暖的时候 温暖已经在准备取钱 他时不时的看一眼手机 可始终没有等到自己期待的消息 看着了ATM机上的七千块钱 温暖一时间有些失神 对于金钱他很有概念 但他对于赚钱这件事情 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 七千块对于此时的他和他的家庭来说 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 一笔连他妈妈估计都会动容的钱 温暖一阵恍惚 一直到身后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我你还取不取 不计赶紧走 我等了有事呢 恰好这是手机也传来了消息 好我明天去接你 这个回答让温暖盈盈有些高兴 抱歉 温暖将目光放在ATM的数字上 他先是取了两千 十一一下后又取了一千 第二天一早铁门被人敲击 早已经换好衣服的温暖将门打开 我一身休闲风衣出现在门口 温暖白皙的脸庞上猛然一红 随后就有些不知所措 人靠衣装 平日里为了照顾温暖的情绪 我几乎都是校服 今天刻意打扮 就是因为足够重视温暖的这次月饭 可现在好像有些弄巧成拙 温暖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校服 呼吸有些重 他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可好像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此时此刻温暖的自卑情绪几乎要溢出来 他闭上自己的眼 突然想要关上房门 可我的动作比他更快 铁门直接夹到了我的手掌上 温暖被吓了一跳 对不起啊 怎么说好的请我吃饭 这个时候又打退堂鼓了 开了那么多不可费 舍不得这点 我没有 温暖低着头 目光还停留在我的手掌上 突然他的身体一袭 我直接拽住了他的手臂 将他拽了出来 没有那就走 今天这顿饭你是跑不掉的 我的语气不容拒绝 从温暖的神态和着装 我已经大概猜到了少女在抗拒什么 爱美之心人间有知 哪怕是自闭的温暖也不例外 可美貌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衬托的 温暖这套平平无奇的校服 加上他那厚重的刘海 只会将他本身的光芒彻底掩盖 明珠蒙尘暗淡无光 温暖甩开了我的手 我不想去了 我给你钱 你自己去吃吧 给我钱 我是缺钱的人 这是正常脑回路能说出的话 不过也意识到温暖的自卑情绪有多强烈 自卑和自尊心这两个东西有时候真不好说 温暖正是因为自尊心强 所以才会感觉到自卑 你很在乎外表 说不在乎外表的都是骗子 你要是在乎自己的外表 那就更应该跟我走 我可以让你产生改变 变成你想象中的样子 说得好像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 温暖说完就后悔了 这样说话真的很没礼貌 他其实很想去 可他觉得和我好像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要是不信的话 那就跟我去看看呗 温暖还是很抗拒 但也有些意识 好在他是一个不会犹豫太久的人 稍作思考便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两人走出狭隘的城中村走道 只是这次的温暖 总是和我离得很远 有点像是装不认识的意思 我也没戳破他 性格上的改变哪有那么无识 人叫人不顶用 是叫人一词毁 只有让温暖真实感觉到了自身的感应 这些心态上的缺陷才会被逐渐迷补 抓稳了 等我们到市区的商业节 时间只有九点 到这里做什么 温暖看着面前的商场表情有些抗拒 我刚吃过早饭 现在吃中午饭应该不太合适 所以来逛逛 等我把自己逛饿了 中午才好大吃你一顿 我的这个理由有些别讲 温暖却找不到什么反驳的角度 你未来是要上大学的 不可能一辈子在高中自比阳光 为了以后的大学生活 我先勉为欺难的带你渐渐失眠 大学生活 温暖没有想过那么远 他之前的想法只停留在了高中 他要证明给妈妈看 证明自己的能力 至于未来管他呢 现在听到我和他说起未来 说起大学的生活 那阳光下的脸庞 突然让他有了一丝气待 我原本以为自己这样说 温暖会冷哼一声 然后撇过头去进行冷烧焦 没想到他居然应声了 着实有些意外 来吧 带着自闭少女走入商场 我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入了女装区 态度不容拒绝 但当温暖在看到衣服上的价格时 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 季风我们是要在这里买衣服吗 当然 这里的衣服价格不高 而且款式多 价格不高 我今天就带了两千块钱 不知道请吃饭要多少钱 以前也没请过 就是怕不够所以才带了两千 可要是买这里的衣服 温暖低着头 已经不敢再往下面想 在温暖心里打小九九的时候 我这边已经开始挑起了衣服 挨营业缘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拿出让他试试 温暖眼睛瞪得大大 真的要试吗 怎么你不是 难道是想让我当女装大佬 可是 别可是了快去 事实又不要钱 再说了人的成长 总是要伴随改变的 我不想说什么 校服也很美之类的 人靠衣装 换一身行头 或许会让你更漂亮 更有自信一些 快去快去 换好了让我康康 我把选好的衣服递给温暖 在他纠结的目光中 把他推进了更衣室 随后便开始了男士时刻 玩手机等待女人换衣服 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 一直到温暖生怯怯的 从更衣室中走出来 没有了校服的遮掩后 温暖白皙的皮肤 彻底暴露在季风视野里 她的长发散落在肩上 灵动的大眼睛 戴上了极许羞涩 双手不知道往哪放 只能环抱着低下头 高挑修长的身材 却有着不属于 这份身材的傲人胸伪 月是水中月 人是镜中人 见多识广的桂圆 此时也不禁露出赞叹的目光 帅哥你女朋友真漂亮 不是 不是 我和温暖同时开口 见温暖撇过头 我才继续说道 我们是同学 不是男女朋友 我不好意思 再试试其他两件 桂圆露出了姨母校 没再纠缠男女朋友的事情 只是把话题往衣服上 好温暖 你再试试别的 额好 有了第一次的尝试 温暖心中的抗拒 早已经削减了大白 之后三种不同的穿搭 全方为无死角展现 温暖修长的身段 和傲人的身材 每一套温暖都很满 一直到我弟弟她的第四套 一件露旗半露凶的上衫 下身是齐细短剧 温暖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 盯着看了一会儿 这件是不是有点漏了 也要试吗 瞧你这话说的 选衣服不就是试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好不好 难道我之前选的那三套衣服不好看 我义正词言 表情也很严肃 让温暖一时间看不出毛病 之前我选的那三套衣服 确实很好看 也让温暖放下了心房和警惕 那我试试吧 嗯去吧 我白白手一脸的不耐烦 只是我的嘴角 已经快要压不住了 温暖这次换衣服的速度 比之前几次更慢 过了许久 他才捂着自己的胸口 慢吞吞地从更衣室里走出来 季风我感觉这套太暴露了 不太适合我 可完全没有得到回应 他抬起头 却见我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那眼神和平日里完全不一样 季风 没事没事不喜欢就换下来吧 我们身为学生 确实不应该这样着装暴露 温暖心里有些奇怪 他从我的表情神态上来看 我应该很满意这套才对 可为什么又说不应该这样穿 温暖拧鸣嘴 返回更衣室 在他换衣服的时候 这边我已经让会员结账了 等温暖出来 我已经提着袋子站在门口等他 季风这些多少钱 一共1100多 温暖默默将手伸进口袋 抓紧钱的小手已经被汗水浸湿 三套衣服一共1100 化到一套300多 这就是正常的商场价 只是这个价格让温暖实在有些难以承受 我也没给温暖太多思考问题的时间 有些话说一次两次有用 说多了就没意义 他感觉到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值得的 这样就行 来站着 我将温暖拽到了十一镜前 只是镜中的可人 好看不 温暖有些不确定 还 还行吧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 你竟然说她只是还行 还有王法吗 温暖铁过头 哪有你说的那么离谱 这时候开了单的桂园也走过来跟着赞许 美女你不要这么谦虚 如果这样都不算漂亮的话 那我们这样长相平平的人 怕是要羞愧死 被店员夸奖 温暖的心情又好了一些 被人称赞外貌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 看到了自己的改变吗 嗯 那就先别纠结钱的事情 今天听我安排 OK 避开季风的目光后 温暖这才点点头 感觉到温暖的情绪松弛下来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要是温暖不愿意配合 那我就算是有心帮温暖改造 恐怕也力所不及 那好现在衣服有了 我们再去找几双好大的鞋子 鞋子 原本温暖还有些退缩 可她想象到我刚才说的话 想要改变就配合她 暂时不要去管钱的事情 同样希望自己有所改变的温暖 此时逐渐坚定起来 好 到了二楼女邪区 我将温暖拉到一旁的座位去 按了按她的肩膀 温暖有些不明所以 干嘛 先坐下 之前的服从性让温暖顺势坐下 可她总觉得 这回我眼神有些怪怪的 她说不上来哪里怪 大概是女人的直觉 现在要做什么 看到温暖这副软绵绵的样子 我强行忍住狠狠欺负她的想法 语重心长起来 温暖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时候 男生不需要看到女生的脸 不用听到女生的声音 也可以产生喜欢和爱慕 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它是标志性的 就像是烟花升起大雪落下 被爱人拥抱 被信徒拥促 当我们感受到闪光点时 就会想起那份美好 所以要尽量展示出自己的闪光点 明白吗 温暖疑惑地看着我 能说人话 来看看Jill 温暖的脸瞬间红到耳根子 虽然早有准备 但刚刚那套说辞还是太抽象了 好 脸上的娇羞并不是拒绝 只是花季少女的迟疑 温暖没拖太久 就开始拖自己的鞋子 只是动作慢吞吞的 我的目光在温暖白色的纯棉袜子上停下 距离真的很近 隔着袜子也闻到了一只少女独有的曼妙气息 一丝清心中带着些酸色 被掩盖在淡淡的喜意的清香下 但就是这清香中隐藏的那一丝气味 悄悄抓住了我 让我忍不住多秀了几次 也让我多了一些奇怪的憧憬和幻想 见我目光几乎锁死了她的脚 温暖心里更是羞意难耐 连袜子也要脱吗 那可不 你难道要穿着袜子再穿两鞋 你要真这么敢 我只能说 你对穿搭是有理解的 我的阴阳怪气还是起到了作用 温暖默默脱掉了自己的袜子放在一边 露出了自己白皙的脚掌 少女的脚白皙娇美 如同一双玉佩般晶莹剔透 肌肤柔嫩润泽 划出优雅的弧线 确认了是绝美的艺术体 连续眨了好多次眼 哪怕是我前两世存于胸 此时也有些心神荡药 看到我心神失守的眼神 温暖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脚下 以往的我太淡然了 每时每刻都是一副静在掌握的样子 让温暖觉得自己在我面前就是个小孩子 这难得的失态 才让她有种和我是同龄人的感觉 温暖很快便换上两鞋 当她站在我面前时 我发出由衷的赞许 这就是艺术 我吗 简单的交谈让温暖十分愉悦 此刻的心情又美丽了几分 这种美丽的心情 一直到我去付钱的时候 三双鞋子又是近一千的价格 见到温暖促没我瞬间一省 可能是少女的钱没有带购 我很想说这些都是送给她的 可我太了解这丫头的性格 轴得不行 这些衣服鞋子温暖是肯定会点钱的 只能劝说 先别急也别担心太多 你的补课费可没有多少 还要留一些补贴家用和照顾阿姨 要是现在多给了我 那肯定会影响生活 这样吧 等下次给你补课费的时候 从课室费里扣吧 我感觉自己说的已经很委婉 可温暖思索片刻后 只是摇摇头 季峰你不用和我说这些的 她脸上露出了少见的坦然与阳光 搭配上新换的衣服鞋子 此时的温暖就像是时光滤镜下的女主角 真正的白月光 我挣了这 这丫头是有了自己的想法吗 好 现在去哪 去找个托尼老师 三年前女神嚼过的甘蔗杂 到现在用开水冲泡 还有她的味道 她小学送我的血人 我更是珍藏到现在 看着我们唯一的合照 她却反手做上别人的路 还用玩意绝食 从来一事我决定不舔了 接上级 为了帮少女走出自闭 随后我又带她来到了理发店 女生做造型可比男生慢得多 盯着镜子中越发亮丽的身影 我借口出门买了包蚊香 顺手给自己点了一根 重生之后我其实很少抽烟了 主要是每次开始点蚊香 或者想要点蚊香的时候 温暖都会直勾勾地看着我 算不算死亡凝视不好说 反正被人这样盯着 怎样也不好意思继续点下去 几次之后 在温暖面前 我基本已经保持了 不点蚊香的习惯 可今天实在有些忍不住了 我现在的心态也很特殊 就像是自己发现了一块胚子 在自己精心的雕刻下 逐渐成为了宝石 这便是温暖给我的感觉 这原本是很好的事情 问题是这颗宝石 实在太过于耀眼 耀眼到即使两世为人 也不能按捺住 自己那隐隐的心动 所以才出来点蚊香吹吹风 让自己冷静一下 可我发现自己有些冷静不下来 脑子里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 心也有些难平 我原本觉得 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很淡然才对 和温暖之间的关系 也是因为曾经错误和愧疚的补偿 不至于真不至于 别这么没出现 严续按压着打火机 这破玩意就像是故意在和我作对 凌凌还有气就是打不着 鸡风你怎么一个人处在这 转身看向来人 声音的主人我很反感 她就是顾雪亭的官宣男朋友燕红浩 也是前世学校传言中 温暖一直喜欢的人 不得不说 要是从女生的角度来看 燕红浩几乎可以说是完美 品学兼优篮球打得也好 很会哄女孩子长得也帅 家里还很有钱 也不怪会有那么多女孩子喜欢她 不知道是不是温暖的原因 总之看到燕红浩我就烦 看着燕红浩显白的样子 我默默放下了打火机 哦是你们啊 你们好 你好 季风我其实 顾雪亭想要和季风解释一下 自己和燕红浩一起逛街的原因 可她的目光突然震主 我感觉手中的打火机被人抽走 随后便是一只白皙细腻的小手 递到自己面前 我好了 接下来去哪 声音是温暖的 声音很温暖 声音的主人也很温暖 感觉到一只温润的小手扶住手臂 我的嘴角微微上扬 稍等一下吧 我没说为什么要稍等一下 我在享受燕红浩和顾雪亭 目光中的差异 那种不敢置信和错愕 都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您你是温暖 燕红浩说话都有些哆嗦 温暖这个年纪低 她肯定是见过的 这丫头平日里是什么样子 她自然知晓 可以说温暖平日里的颜值 被封印了70%以上 可顾雪亭根本没法比 可以说今天的温暖 经过我调整穿搭 那被封印的颜值彻底解封 哪怕是往日里的斑花顾雪亭 此时在温暖的面前也是黯然失色 比起燕红浩的惊讶错了 顾雪亭的脸色都苍白的显 可温暖相比学习方面 已经被对方缓缓超过 上次月考两人差大概十几分 这次已经差二十多了 然后是样貌 作为一个样貌出众的女生 其实顾雪亭对温暖的直觉 比大多数人都要敏锐 在温暖一直自闭隐藏的时候 她就已经看出了温暖的样貌绝不一板 一直到今天 重新打理后的温暖 身上犹如散发着光芒 让她这个所谓的斑花 都有些不敢直视 温暖真的是你 温暖朝着季风身边靠了靠 声音里只有冷意 昨天才见过 不至于不认识吧 这时的温暖没有像平时那样怯场 面对燕红浩和顾雪亭两人的凝视 她目光平静而冷淡土字清晰 平静而淡然的样子 为她添置了一份高冷 唯有她一直握住我的手掌上面几乎溢出的手汗 暴露了她此时真实的心情 这丫头还挺会装 我还以为她不紧张呢 我心里这么想着 脸上却没露出什么额外的补气 音乐考结束了 她说请我吃饭 正好我就陪她出来逛逛 原来如此 温暖她今天真漂亮 燕红浩盯着温暖的目光已经有些不明欲为 我反手拉住温暖挡在了她的身前 也挡住了燕红浩那让人不舒服的眼神 私人若彩虹遇上方之友 温暖一直很漂亮 温暖文言微微一愣 又感觉自己的手掌被人紧了紧 自闭少女微微撇过头 不想暴露自己的情绪 只是嘴角微微有些上扬 燕红浩指了指接到另一边的千禧餐厅 既然这么巧遇上 大不如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她的性格让她不会去抢我的话 可表情不会说谎 看着温暖闷乎乎的表情 我哑然失笑低声覆耳 温暖原本是想要应声的 可她看到顾雪亭盯着我的眼神 答应的念头又被强行压了下去 想着兜里的钱和银行卡 温暖感觉到一股没有来的烦躁 她知道自己很卑微 但卑微从不意味着怯懦 但她害怕的是自己吃饭钱不够 她不想在我面前出仇 也不想让我出仇 我像是猜中了自闭少女的心思 突然晃了晃温暖的手臂 停止了她的胡思乱想 千禧 这餐厅看起来挺高荡的 不便宜吧 其实这里的消费也就那么回事 不过你们要是觉得价位高了 也可以换一价 烟红号笑眯眯的双手环抱 摆出一个自我感觉最帅的状态 可她的自我展示没什么用 温暖的目光就没停留在她身上 我倒是无所谓的笑了笑 现在工作室的收益虽然还不算太高 但用在这里 已经是小屋见大屋了 是应该说清楚一些 顾雪庭没语微调 我果然还是在乎她的 好啊那就一起 顾雪庭没意见 燕红号就更不可能有意见 既然知道温暖这么漂亮 有接触的机会她自然不能放过 温暖家境不好 想来攻略难度 要比顾雪庭这个败金女逼得多 燕红号的思绪正飘着 我呼得冲她咧嘴笑了笑 燕红号顿时有些不自然 好像心里的龌龊被眼前人看穿了一样 那就走吧 燕红号没有继续逗留 刚才的目光交会让她心有遗迹 就要拉着顾雪庭先走 可顾雪庭却挣脱了她的手 我可以自己走 见两人离开 温暖立刻松开了我的手臂 目光躲闪欲言又止 我大概明白了她在担心什么 在担心吗 温暖怕出丑季风明白 于是便主动握了一下温暖的手 别慌有我 有了季风的安慰 温暖再次点头 情绪比刚才镇定了许多 四名高中生花两万块钱 竟只是为了吃顿午饭 可男人不仅不觉得鬼 甚至还要再加两瓶82年茅台 季风差不多够了 再点两瓶晚上都不用回去了 好 既然顾同学都发话了 那就先这样吧 原来这是一顿AA制的午餐 点两万块钱的酒 也是为了回敬男同学的屋里 就在五分钟前 我们四人刚来到千禧餐厅 燕红浩就点了三千块钱的奢侈海鲜 而这个价格 是家庭贫困的温暖 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 而燕红浩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家里的条件 燕红浩是有了解的 这顿饭的价格 温暖肯定承受不了 本会提议四人AA就行 要是季风打肿点充胖子 把温暖的钱付了我也不亏 东西反正会吃进肚子里 要是季风付不起更好 快快那我可就要来当温暖的救世主了 这番举措 左右不亏 盯着菜单 温暖的手指捏得发白 这种消费已经让他有些不知损措 而我恰合适宜地握住了他 目光相对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不知怎么温暖的心立刻平复下来 我抬起头看向燕红浩 好家伙 燕哥怎么点这么贵 这顿饭账怎么结啊 回头钱不够怎么办 土逼 燕红浩心里对我杂杂乎乎的样子有些不屑 可他面上露出的表情却只是恶然和无辜 一瞧我光顾着点了 没征求你们意见来着 其实也没多少 要么这顿我们AA 反正都是吃到肚子里 这样大家都不吃亏 我笑了笑 那行吧 不过我能不能再点些别的 当然给你们菜单就是想让你看看有什么普通的 在我和燕红浩交接菜单时 温暖目光低垂 盯着燕红浩的眼神有些凶 他之前只有一次流露出过类似的眼神 就是帮季风对班长李龙的那次 燕红浩刚才眼里的比 他是完完全全看在眼里的 类似的眼神他已经见过无数次 绝对不会有错 温暖不笨 他当然明白燕红浩这个混蛋就是故意的 那么贵 要不拽着季风直接跑吧 正当温暖要悄悄拉回我的手指时 我另外一只手不动声色拍了拍他的后背 像是在安抚 又像是在提醒他不要紧 不过温暖的小手我是没放的 还搓了好几把 温暖见我不紧不慌 居然还在认真的点菜 他果断抽回手 又摸我手 知道我是不打算走 温暖心里便暗暗决定 实在不行就拿出卡里剩下的四千 无论我做何选择 他都不会在此时怯场 温暖你看看想吃什么 不知道 似乎是感觉到了自闭少女有些生气 我的眼睛眯成了月牙 鱼子酱怎么样 味道大概是新鲜口 不咋好吃 其他功效也基本都是吹的 但我估计你没吃过 咱们点几份尝尝先 我的话语很粗笔的贬低这些菜 可点菜的手却没停下的意思 看着菜单价格越来越高 温暖眼睛已经有些呆滞 对面的烟红号微微醋眉 不知道季风在搞什么名堂 真的打肿面充胖子 现在消费已经五千多了 私人AA每人也有一千多 就算是自己也要肉通 坐在他身边的顾雪亭欲言又止 季风 刚开口顾雪亭就被烟红号瞪了一眼 季风同学想点 我们没理由左蓝板 被看了一眼的顾雪亭突然有些烦闷 不再说话 之后我加了两千多块钱的菜 还点了一瓶两万多的百多丝 季风你点的那个酒是不是 燕哥喜欢我给你点的酒吗 其实那酒一般 要按照我的口味还不如十五的牛兰山 烟红号此时的表情有些丰富 你既然觉得不好喝 那为什么还要点 他心里在想着怎么把那瓶酒退了 两万多的酒真不是他们能喝的 他烟红号实在丢不起这个脸 被烟红号质问 我嘴角向下表情略显委屈 刚才我不是问你要不要喝点吗 你也同意的 烟红号深吸一口气 停付了一下自己心头的怒气 喝点也不至于点摆毒丝吧 辣酒两万多 我脸上重新浮现笑容 不是巧遇同学吗 你们又说一起吃饭 我全次高兴来着 来都来了还能咋地 都是同学多大点事啊 回头多喝点都在酒里了 烟红号有些头皮发麻 经典来都来了 经典都是同学 经典都在酒里 眼见温暖和顾雪亭都在看着自己 这顿饭硬着头皮也得吃下去 吃饭的气氛有些沉闷 我却并没有因为烟红号 和顾雪亭的存在而尴尬 我吃我的 然后带着温暖一起吃 温暖连火锅都没吃过 更别说这种高档海鲜了 他很多食物都不会弄 不过季风也知道他不会 所以从不让他动手 温暖的饭量很大 这顿饭如果不谈价格 吃得其实挺爽 可对面的烟红号 李治已经慢慢被阴霾淹没 突然笑了一声 他看向身旁懦不作声的顾雪亭 语气有些怪异 感觉季风同学包虾的手法很熟练 我就不会 一看就知道你前女友 把你调教得很好 有点心疼你 温暖的叉子突然撞上骨碟 他的目光冰冷 好看的眉宇锁定了对面的顾雪亭 可顾雪亭只是一脸尴尬的低下头 没去解释 地旁包虾的我并没有停下 我笑呵呵像个没事人 我记得从小时候起 我就经常给妈妈加菜包虾来着 我妈总是会夸我懂事 怎么你没有妈妈吗 你说什么 你这个 我这个什么 来说说看 我根本不惯着他 或有种你再逼逼 我就要捶你的架势 烟红号这个时候也彻底尬住 眼见这顿饭的情绪越来越重 一直不吭声的顾雪亭终于开口 够了季风 场面一度安静下来 我根本没有搭理顾雪亭的意思 先是看了一眼旁边的温暖 吃饱了吗 盘子里的吃完就差不多饱了 吃饱了就行 问好温暖 我晃晃脑袋 用湿巾擦了擦手 季风红号也感觉不对劲 尤其是他在看到我 把面前的勺子掰弯了 那感觉就像是在掰他的手指头 你做什么 季风你要做什么 顾雪亭也紧张地站了起来 季风你能不能别打架 我不想你这样 都这个时候 顾雪亭还是这样一服 自以为是的语气 顾雪亭 本来有些话 就是打算跟你吃完饭 好好解释清楚的 现在正好 我郑重地告诉你 我们之间早就没关系了 别整天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也别整天给自己加戏 你怎么样 你和他怎么样 我完全不在乎 还有你燕红号 你要是不想挨走 就离他远点 看到你的眼神我就烦 我口中的他肯定不是顾雪亭 我也一样 温暖突然的附和 让两个男生都是疑了 我马上反应过来 听到了吗 燕红号气得发抖 但他不敢在这个时候置身 我拿起温暖之前购买的衣服 走吧 眼见着两人离开 燕红号终于反应过来 季风这顿饭的钱 不是说了 我们的我付了 你一个大少爷 不会连一万三都付不起吧 说吧 我便扫码付了钱 带着温暖离开了餐厅 离开餐厅后温暖突然开口 季风 今天本来是我请你吃饭的 这顿饭花了好多钱 我会想办法还你 温暖其实非常在意钱 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一顿饭吃了一万三 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件事有些因他而起的意思 才导致了温暖此时心里有些愧疚 真不至于 其实是我自己想吃了 请好朋友吃顿饭 不是很正常 我也经常请我的那帮哥们吃饭 再说了 你想请我吃饭还不容易 不还有晚上吗 温暖一乐 是啊 他们好像还可以吃晚饭 那我们现在去哪 图书馆吗 今天不去了 我们先逛逛 晚点的时候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我知道你一直很好奇那个的 我租了个房子 正好带你去看看我兄弟 温暖文言 目光变得有些奇怪 晚点的时候 一直很好奇的东西 租了个房子 看看兄弟 随着联想 温暖的脸色逐渐发红 站在原地显得不知所措 你怎么了 他撇过头去站在原地不动 声音也变得很小 季风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男人刚把工作室做到月入十万 他转手就把十万块分给了兄弟 一分不剩 不仅如此 他还要拿以后的用金也分给兄弟 不是我多嘴啊 风哥 要按我的想法 你在用金里抽个百分之五十都不算过分 九个人加起来用金差不多二十万 你抽个百分之五十 那就是整整十万块钱 而且这还只是头一个月 只要生意不炸糊 未来二到三年赚个几百万 感觉问题不大 豆丁 你眼光放长远一点 风哥 不太懂 原来就在刚刚 我带着温暖刚来到工作室 就被豆丁迎了过来 看着温暖他有些不知所措 就觉得有点眼熟 所以眼神询问我 我也不藏地掖着 温暖一直给我补习功课 他对这方面的事情一直都有兴趣 我们之间关系不错 我就带他来看看 大嫂 啊 我不是 豆丁别乱说 哦知道了 看错了 感觉也不像啊 这里可是我们这帮人的秘密基地 是连顾雪亭都没有来过的地方 不是大嫂季风能带过来 不过见两人都否认 他只能改口 那你好温暖同学 你好 温暖也点头回音 不再去解释自己和我之间的关系 随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阴谋 豆丁实在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要用尽 面对豆丁的问题 我并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带着两人来到了办公室 工作室里人太多 谈钱这种事情还是私密一下 你感觉现在维系我们之间关系的 是什么 豆丁有点慌 其实每次我考教他的时候 他都很慌 怕把事办砸了 而随着这段时间收益的暴涨 豆丁对我的佩服已经达到五体投地 化身崇拜的地 要是没我的话 他毕业就要去开大车了 所以每次我问问题的时候 他都会认真的思考 然后给出一个让我有些难顶答案 维系关系 那必须是兄弟情义了 跟着风哥混吃香喝辣 都是兄弟 原本豆丁还说的兴起 可他看到我一脸无奈后 声音突然就小了很多 风哥 我说的有问题吗 哎豆丁 兄弟情是有的 比如你和我之间 我信你所以才带你到这 才跟你说这些东西 所谓的兄弟情义 真没你想象中那么多 也维持不了大伙的生活 大伙之间能在一起玩 一是好玩 二是有人带着玩 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 到了毕业的时候 我们这样的小团体 大概率会分併离析 绝大多数人会逐渐不再联系 少部分人会偶尔出来聚一下 喝点啤酒 吃点串吹吹牛逼 到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阶级最终走向不同的路 听到我的话后 豆丁低下头 其实不只是他们这些混子学生 大部分的同学在高考完之后 都是各奔东西的状态 哪怕是豆丁自己 毕业后都坐好了开大车的准 风哥你继续说 我听着呢 想要在毕业之后一起玩下去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兄弟们没有后顾之忧 后顾之忧是什么 无非就是钱 风哥我不在乎钱 我就怕你不带我玩乐 豆丁颇有些真情流露的意思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豆丁你不在乎钱 有人在乎钱 人都是会变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兄弟们也会越来越看重钱 越来越需要钱 现在你还意识不到 但肯定有人已经意识到了 我现在去分成分他们的钱 性质就会转变 从兄弟之间的帮扶 逐渐变成经济上的合作 一旦牵扯了经济 那每个当事人都会做出 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这种关系 甚至都没有去公司上班稳定 你明白吗 风哥是什么意思 他们要是有异心的话 我帮你教训他们 哎 坐下 看着一米九几的豆丁 因为我一句话就乖乖做 温暖突然感觉有些好笑 有这样的兄弟似乎也不错 豆丁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 你能理解吗 得听懂一点 我无奈看他的那个样子 就没听明白 他的口气突然转向一旁 聆听着温暖 你听懂没 听懂一些 说说 我怕我说不好 温暖有些迟疑 也不太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随便说 说错了又不发快 温暖见我都这样说了 也就放下心 只是平时里的学习 往往都是我请教他 温暖考教我 类似今天这样 我反过来考教温暖的情况 还是头一子 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需要钱 很多人都会逐渐意识到 钱很重要 尤其是见过钱之后 我说的分成模式我不了解 听你们的意思 分成就是分工作室成员的用金对吧 是这样的 东西都是封割交的 分钱也是理所当然 话是这么说 可如果真这么做 一次两次还行 时间长了 他们心里肯定会想 为什么不自己做反证都学会了 这一点不只是你们这行 修车的 厨子 笔发师 所有学徒工种 应该都是这样 我妈我爸都做过类似的选择 听到温暖的回答 我笑着看向豆丁 你听懂了没 听了温暖的话 哪怕豆丁脑子不聪明 也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他爸就是先学跑车熟悉路线 有客员之后 立刻就自己出来单干 正如温暖所说 所有学徒工种都一样 一旦人有能力赚到钱 并且自己拿不到全部的利益 立刻就会起心思 所以风哥承受了一切 这帮狗东西 爱风哥还是太心软了 舍不得这帮兄弟 我笑了笑没说话 只是扶着自己额头 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 豆丁不太喜欢这种气质 也不知道我想要和他聊什么 风哥那我去把钱 全分的消息告诉他们 去吧 正好我中午喝了点休息一会 随着房门关上 我微微叹了口气 哎 有时候想拉兄弟一把 兄弟看不明白也挺难顶的 不过仔细想想 豆丁也不过是18岁的少年罢了 虽然长得胖了点 看着原地皱眉的我 温暖也跟着沉默了一会儿 但他又像是突然决定了什么事情 突然举起手 在学校里举手 申请发言的学生是这样的 我哑然失笑 你想说什么就说呗 不至于这样 我其实没意识到 我给豆丁的压力温暖 同样能感觉到 感觉你刚才像个老师 所以就举手了 说吧说吧 不用那么纠结 我觉得你是不想让工作失散了 是啊 我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不是惦记兄弟情谊 你就是单纯的不想让工作失散了 你需要这个工作室 工作室本身具有更高的价值 闭着眼睛处于松弛状态的 听到这里时终于睁开了眼 从几句简单的对话中 就能看出这些东西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我们说的那几句话 温暖低下头 然后悄悄拿出了 季风上次给他买的手子 显露出了上面的淘宝 还有阿里妈妈 你上次在食堂说的那些 我听了但没听全 我后来请教你被你拒绝了 有了手机之后 我就自己研究了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方法网上也找不到 所以这段时间温暖一直在研究这个 我宁神思索 觉得自己好像把一个好学生带歪 是不是不该给他手机 为了避免有太多接触 我几乎没有用手机和温暖闲聊过 现在看来这个举动好蠢 你晚上回家不看书吗 全会了不用看 好吧 我就不该问这种愚蠢的问题 继续说说我为什么会需要这个工作室 温暖没有立刻开始说 他先接了点水一口气喝完 深呼吸一番 让自己逐渐进入那种类似在给我讲题的模式 首先你掌握吸取流量的方法 但吸取流量需要人员和经历时间 工作室的其中一个作用 就是为你提供人员弥补经历增加时间 然后便是有关于引流的办法 你有方法不假 但我估计这个方法的保密程度和难度并不高 如果你抽取分成 这些掌握技术的人 就会逐渐离开单干 所以你不会抽成 让这些已经有流量有技术的人走 最后其实你需要的不是人员 而是稳定的流量 除开他们所赚的用金 你应该还有其他赚钱的手段 就是通过这些流量赚钱 只是我不知道其中的方法 外面那些人应该也不知道 我感觉你好像根本不在乎那些用金 听温暖说到这里 我的表情已经不能用简单的震惊来形容 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前完全低估了温暖 温暖我很少由衷地夸奖别人 但你真的很厉害 被我夸奖时温暖的耳根子还是会红 也就这种时候 她才会露出少女的羞涩 不过很快她的眼神又逐渐黯然下来 我学习很好 家里条件很差 我能理解她的意思 温暖学习好分数高 只因为她是学生只能接触到学习 只能通过考试分数来展现学习能力 但实际的生活甚至社会中 学习能力的体现绝不是分数那么简单 他们学习任何事情都很快 天才就是这样的 而温暖就是天才 我闭上眼睛下意识的手指敲打办公桌 温暖的表现让我惊讶 甚至让我想起了 钱是那些值得成为对手 对手总是值得尊重 温暖你跟我说这些 是有些自己的想法吗 我想改变 不只是歪貌上的改变 我每卖一个垃圾袋 店铺就要亏损五块钱 这本是血赔的买卖 可商家却挤破脑袋抢着和我合作 只因我拥有足够的流量 可以让排在第二名的店铺 也有机会变成第一名 而这就是以前做逃商的推广化时 也是温暖苦苦寻找 能给她带来改变的东西 她想要改变的是成长 而不是成为一个花瓶 可面对温暖的想法 我却犹豫了起来 犹豫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担心以温暖的能力飞得太高 还是在害怕成长起来的温暖 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 成为一个随时掌控支配的脆弱少女 重生之后 说好要好好弥补温暖 可我现在的想法 似乎有些自私啊 温暖见我沉默不已 心越来越沉头也越来越低 她已经做好了被我拒绝的准 季风 当然可以 已经快要落入尘埃里的温暖眼中 突然亮起光 她看着面带微笑的 眼神有些不敢置信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在我承诺之后 心里莫名感觉轻松许 可在和温暖对视时 却没了白天的那种默契 我知道其实自己在犹豫的那一刻 就已经有私心了 可就在我微微摇头自我批判时 温暖理解的却是另外一番意见 季风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很失望 这个要求是不是特别的过分 温暖默默低下头 没再去看我的眼睛 季风谢谢 随后两人在不同的羞愧下 开始了交流学习 我和温暖讲了很多变现方式 而重中之重就是推广化试 时间过得很快 你既然有心学这些 那从明天开始 我们的补习场所就转到这里吧 白天吗 白天肯定是要去学校的 这样以后把碗子洗砍了 我带你过来 对于你来说 这段时间应该也够了 好 简单的聊天 我便敲定了温暖未来的走向 而我也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温暖虽然能力很强 但好像没什么主见 这个情况还不能确定 还是要再观察一下才行 这回时间已经来到了气 工作室的下班时间 憋了许久的斗丁 终于在下班的时候 向工作室其他成员 公布了我的用金决定 兄弟们听我说 今天下午 风哥已经说了 所有的流量用金 兄弟们拿全额 风哥一分不抽 以后兄弟们都上点信 钱都是自己赚的 让我们做大做墙再创辉煌 好 丁哥说得好 风哥牛逼 听着外面的吵朗声 温暖逐渐明白了我的用意 自己拥有稳定的流量池 只是基础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风哥去吃饭吗 哦不好意思 在我和温暖面面相去的时候 门又被斗丁打开了 哎你们怎么什么都没干啊 温暖脸色一红撇过头去 特么的 你觉得老子应该干点什么 斗丁看了看温暖贪贪手 表情不言而喻 麻溜的去吃饭 好嘞 当天晚上便随便找了个烧烤摊 举行了庆功宴 我看着这些目光激动 朝气蓬勃的兄弟们 心里也跟着高兴 只是自己演员 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是闲不住的 尤其是赚到钱之后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 都有可能产生膨胀情绪 或许能拉回来一些 但肯定也有不少回不了后 这种事情是必然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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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局结束 各回个家各找个妈 喝酒不能开车 我只能打车将温暖送回去 等我回到家 时间已经过了九点 老爸纪广巡和老妈董开会居然都在 老纪你啥时候回来的 老纪没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盯着自己 老妈见状知道我们父子俩 恐怕要深入交流一番 于是便起身走向厨房 我去切点水果 待老妈离开老纪这才太快 小枫我听你妈说 你最近学习很用功 分数也提升了一大截 我很清楚自己以前是什么德行 所以自己轻跌露出这种怀疑的表情 自己也不算意外 大部分的父亲都是相对理性 不像母亲那样感性 自己儿子突然大转变 最开始的状况一定是质疑 是有这么回事 我想通了一些是放下了一些人 然后准备考魔渡大学 魔渡等于副教 以后不再提及 魔渡大学 纪广巡没有着急反驳和批判 不管怎么说自己儿子好好学习 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可纪峰的这个目标 盯得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你上次谋你多少 466 这个分数跟魔渡大学有一段距离啊 而且还是不小的距离 我知道这不是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吗 爸我现在有高人帮助 进步速度非常快 等高考的时候 不说有绝对的把握 至少应该有拼一枪的资格 我说话的时候 脸上不觉意间就露出了那种特别的自信 纪广巡缓缓点头 再次确认了一下 你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怎么可能开玩笑 我是真的打算冲一冲 老纪撇嘴 我说的不是你的学习 你现在能考400多分 肯定是用了新的 我说的是你自身问题 你以前喜欢老顾家的闺女 一天到晚都要死要活的 我感觉你都没救了 怎么突然就变了 提到老顾的女儿纪广巡 迷起了一遍 被老爹说到曾经的田口生涯 我也不禁老脸一红 我不说了吗 想开了也就放下了 真放下了 可老纪还是满目怀疑 你这小子是不是一情别恋了 刚喝下一口水的 我猛然喷出来 盯着纪广巡反驳起来 老纪你平时一副 老干部的样子 为什么会有如此离谱的想法 这有什么离谱的 你把我以前也是校嫂来着 自然知道 汪薛一段感情的最快方式 就是进入下一段感情 没毛病 没有的是别瞎说 这样 那你说的高人是什么名堂 男的女的 女的 你看十有八九就是他了 老纪你少胡扯 人家是全校第一 以后肯定是清北的 我能混个魔渡大学 就烧高香了 天南地北的 没这个可能 纪广巡微微挑眠 翘起二郎腿 靠在沙发上 似乎在思索 儿子所言的真实性 算了怎么说 你也是学好 总比整天跟着 豆丁那帮人混色会强 说罢纪广巡从口袋里 掏出一包烟 递给了身旁的我 我顺势就接了过来 那可不 接过烟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不对 常抽完 不老抽 我有些心虚 其实我也没说 最近和温暖 在一起的时间有点多 和豆丁他们 在一起比较少 和温暖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实在没有 什么抽烟的空间 见老计也没出言批评 我连忙拿出打火机 给自己老爹点上 几乎同步的吞云吐 让整个客厅 陷入了一片烟雾中 小枫你能想开 爸爸还是很高兴的 我出差比较多 你平时少人 你妈生气 知道吗 爸我心里有数 有数就行都18成年了 有自己的想法 是正常的 也该有点想法 以后做事不说 三四二后行 起码动脑子 想想再搞 知道了吧 这晚我和父亲聊了很多 我能感觉到父母的开心 那种为儿子改邪规者 发自内心的开心 重活一世 我本就是为了 让家人舒服一些 让他们以自己为荣 让他们感受到骄傲 一切都会好起来 躺在床上 我突然收到了微信信息 在吗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其实自己前世 当舔狗的时候 真的很喜欢发这句话 但很快又笑不出来 因为每次问在马的人 总是很卑微 就如此时的温暖 什么事 你明早还去跑步吗 去明天一起 好 简单的对话后 聊天又没有了下午 可能这就是温暖吧 放下手机 我已经准备睡觉 跑了一天还是挺累的 可我刚刚躺下手机 又一次响起 来了新的讯息 我以为是温暖 就直接打开了通讯 却没想是顾雪婷的头像 季风 我和燕红号分手了 看到顾雪婷和燕红号分手 我顿时急了 你们为什么不永远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和燕红号分手 盯着屏幕的顾雪婷 摸了摸鼻子和嘴唇 她在怀疑季风 是不是打措子 她在追问我 为什么要和燕红号分手 常年养成的公主脾气 马上带来了怒气 顾雪婷食指飞快地输入 季风 我是说 我和燕红号分手了 是我和她接手了 顾雪婷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女人 你知道燕红号 在你们这段感情里 付出了多少吗 顾雪婷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女人 你知道燕红号 在你们这段感情里 付出了多少吗 此时的我一改往日的申请 脸上满是愤怒 季风 过去的我太虚人了 我们回到以前的 好吗 怎么就让这女人外流了呢 燕红号这个废物 校草名不负实啊 我以前只能考200分 现在能考460多 回到以前 顾雪婷 你是真的想我死啊 说完我便以洗澡为由 结束了无聊的话 第二天我如约和温暖碰面 没有太多言语 只是意气跑步 来到教室 我刚开始整理书记卷 突然听到了一些同学的惊呼 卧槽卧槽 她是谁 她好漂亮啊 窝带绝比顾雪婷好看 有一缩衣 确实 今天的温暖穿的还是裙子 亮眼的穿搭 让她身上盎然的青春气息扑面来 不过温暖的性格倒是没什么变化 只是冷漠的看向窗 而有人开心就有人嫉妒 刘伟一直把温暖视为 自己发现的隐藏猪狗 现在温暖改头换命 一下子给刘伟一种 自己隐藏的猪狗 彻底暴露于公众视野中的感觉 风哥 温暖她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你不说说她吗 我抓了抓头发 一时间没搞清楚是自己听错 还是刘伟脑子有病 这身是我好不容易给她搭的 我说啥说她好看 这还要你说 小伙子别这么肤浅心不心 可温暖这个样子 她这个样子影响学习 这样不好吗 她本就是浩月和鲜花 何必隐藏于乌云与淤泥之下 风哥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她这样只会让更多人发现 未来一定会有很多人追她 到时候你就不怕 我有什么好怕的 她喜欢谁是她自己的事 我又不是她爹 我干嘛要怕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每个人都有活在阳光之下的权利 神在黑暗才会更想望光明 刘伟正正的看着我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就吃准了年轻人喜欢喝鸡汤 两口鸡汤就给刘伟捉 重新回到课堂 生活再次归于平静 但平静不是平淡 只是没有了太多的变走 变得有条不紊 接下来的日子 每天就像是复制了前一天一样 每天早上与温暖相约一起跑 白天努力复习 到了下午课程结束 两人一起不上碗自习 转头前往工作室 到了工作室之后 我和温暖就有了各自的忙 工作和学习 基础的西方 话术 剑群 推广太过简单 温暖基本属于看一眼就回 我也不可能让他去做这种低级的逃课 在稍微了解基础之后 便开始接手原本我的工作 统计派单整合 还在豆丁感激涕零的目光中 拿走了记账楼 每天晚上的时间 温暖工作上有不会的问题就问我 而我在学习上有不会的也同样是温温暖 进步在默契中产生 期间也有同学质疑过温暖和我不上晚自习的事情 一直到最后一次摸底考试 三辈子多少有点累积 我以599分的成绩震惊全班 温暖则是原地踏步保持第一 学生以分数为主 分数让质疑他们的声音逐渐消失 我俩交出的这份成绩 能让所有人闭嘴 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干预他们不上晚自习的事 甚至有很多人开始猜测 两人是不是找了更好的学习地 悄悄发力 羡慕我们这样的生活学习节奏 自这次证明实力后 逐渐开始有人给温暖地情书和表白送花 不知不觉中 温暖已经取代了顾雪亭在诸多男生心中的位置 逐渐完美 两者的对比非常清晰 工作室里 我靠在自己那个有些破旧的二手老板以上 这里的一切都是二手 我也没打算换心 因为毕业之后工作室肯定要向魔都转 而工作室的成员也会出现第一次分 珍珠市不是包邮区 而魔都几乎是整个国家的贸易中心 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自己又要去魔都上学 但就这两点 基本上也就所死工作室的位置了 只能是魔都眉的学 毕业之后人个有志 愿意跟他走的人我会带走 想留下来的人 我也不会挽留 闭目思索着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今天是用金结算的日子 我难得没有再去复习功课 而是等待温暖那边的用金结算 到了约莫七点的时候 出账了 A雍一共五十五万三千零四十九 B雍一共五十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一 现在工作室做流量的人员 连我共有十九人 用金最高三万九 看来兄弟们最近很努力啊 我敲了敲自己的额头 掏出一根烟 然后在温暖的注视下 默默放了回去 见温暖似乎有话要说 我抬抬手 有什么就说 在我面前还有啥好玩的 正常情况下 B雍是不可能高于A雍的 这次B雍超过A雍 一般来说 A雍比B雍高大约百分之十 现在B雍超过A雍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有人跑了 其他人的单子 其实这么和你说吧 每个推广化石人手里的优品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的实力还很弱 甚至不能对母婴的一个小品类全覆盖 大家也都在开花 有人开花 就一定有比我们更优的设计不到的单品 比如便宜的鞋子衣服 我们根本没有 也找不到对借的商家 一旦客户有需求 他们去跑别人的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兄弟们想多挣钱 就得满足客户的需求 客户才会更信任他们 这件事情是双向的 第一个月没人这样做 只是因为他们还不熟悉还不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其他人的优品只会越来越多 习惯就好 听完我的解释 温暖思索了一会才缓缓点 我知道了 好了算算账吧 今天都用金结算了 总归是个开心的人 温暖将消费单递了过来 第一个月我作为工作室老板承担一切 自然没有问题 但第二个月大家都赚到钱了 工作室消耗也该算一算 要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把兄弟们当做员工 他们都是合伙人 既然是合伙 出钱出力也是应该的 电脑21台 长桌8张椅子24把 办公桌一张饮水机一台 以上东西 算上房租共济费用84290 我翻阅了一下账目 便微微醋美 你的用金呢 没算 你的用金呢 没算 温暖感觉到我的态度变 脸色有些慌乱 我自己也有在做流量 已经赚了笔之前多很多的钱了 这种解释并没有什么乱 至少我不会听 所有人都是合伙人 每个人做的事情不一样 拿到的成果自然也不一样 他们作为流量推广 我都能给他们避用全部 你现在是工作室总监 为什么不能拿A用的分成 温暖半天不吱声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觉得那些钱太多到不属于他 他不敢拿 我见自闭少女开始自闭 一时间也拿他没办 过来 把你自己工资结一下 看到温暖泪眼蒙蒙 我很快就结完了他的工资 我给温暖提的薪资 是后台A类用金的10%分 外加6000的固定工资 这个月的A类用金是55万 抛开11%的个人所得税 最终到手约莫49万 温暖拿盈余的10%便是4万几 再加上6000的固定工资 但我给他的总薪资便达到了5万 温暖平日里回家还用手机做做流量 赚一下币位用金 虽然是店底的那个 但也有一万出头的用金 总共超过六万的薪水 毫不夸张的说 温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只是一个月的时间 所谓改变即是如此 账目对就行 你分的都说明我赚的多不用纠结 季风我想请你吃饭 嗯不上次的 今天吗 恐怕不行 大伙赚了那么多 肯定要出去聚一聚庆功的 大家出来赚钱 不就图个爽吗 呵呵 说的也是 少女默默低下头不再说话 一次对我的主动邀请 已经用光了他全部的勇气 温暖的性格就是这样 现在哪怕时光倒流 让他再次开口 恐怕都很难做到 我心里也是稍稍松了口气 我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看到了温暖强悍的学习能 才刻意和温暖保持了一定距离 他是有展翅能力的人 应该有更高的舞台 帝都清北大学 自己已经选择了魔都大学 两人在高考结束之后 必定会分道扬镳 所以我始终保持着克制 不主动聊天 不说骚话 保持礼貌和尊重还有距离 这应该是对大家都好的选择吧 晚上和员工吃完自助后 就打车送温暖来到了他家 季风 你打算考哪所大学 魔都大学吧 我尽力考不上再说 倒是你 高考不得充一充是状元 稳稳清白了 嗯 以后工作室的事情怎么办 后台都是网络操作的 到时候微信联系 不会少你工资 走了呀 我没有逗留太久 毕业之后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清楚 我知道自己很在意温暖 所以始终保持着理智 少年时的一时冲动 或许只会给自己 带来无尽的后务 四年时间 足以改变太多事了 师父 天一愿 温暖站在路边 目送着出租车离开 目光逐渐低垂 魔都大学 城中村的小屋里 妈我回来了 温暖打开灯 又是熟悉的母女对视 每天都是如此 作为温暖最亲近的人 王亚琴最能清晰感受到她的病 女儿表情依然冷漠 但目光已经不再迷茫 好像突然就不一样了 小暖今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嗯 今天发了兼职的工资 钱是英雄胆 钱是几辆 有了钱就有了底气 这件事情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样 兼职的工资 这都要高考了 你还做什么兼职 你知道高考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吗 我知道妈 高考是我命运的抉择 王亚琴并没有听出温暖话外音 这样评价高考在她看来也没什么问题 你知道还去兼职 温暖 你要是高考失利 这辈子可都晚了 温暖定定的看着母亲 没去争辩 妈 我们家需要钱 你手术也需要钱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妈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生硬争吵冷战 几年的时间 温暖发现自己和妈妈之间已经很难进行有效果 每一次的对话 不是吵架就是个说梗 今天也没什么区别 妈 你是我妈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心脏半膜手术需要很多钱 我需要赚钱 这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再说了 你兼职一个月才能赚多少钱 五万多 听到温暖说出的数字时 王亚琴明显愣了一下 你说多少 我这个月赚了五万多 我查过了 你手术差不多要二十万 我很快就能凑齐你的手术费 到时候我们去找精灵的专家 在温暖说到一半的时候 王亚琴的巴掌已经甩在他脸上 温暖呆呆地坐在床边 白皙的脸蛋很快红肿 这一巴掌数字不清 温暖沉默了下来 没在这个时候反驳母亲 也没去解释 他习惯了 在珍珠市 王亚琴实在想不到什么样的工作能赚五万 你上哪弄得这么多钱 你说 你是不是去座台了 还是被人包了 是不是季风 还是什么别的老男人 温暖我告诉你 我们家可以穷 但穷得要有骨气 你要是跟你爸一样做了不要脸的事情 那你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吗 和爸爸一样 不要脸的事情 爸爸当年是做了什么来着 帮厂里订购油漆 然后被妈妈举报 他依稀挤的 爸爸订油漆的时候 是他们家生活最好的事 面对母亲的置物 看着他越发激烈的态度 温暖眼里的光逐渐熄灭 语气也变得异常的平静 别激动妈 你心脏不好我不想吵 至于工作的类型 我只能告诉你是互联网 具体的工作内容 三言两语很难和你讲清楚 你应该翻过我的抽屉和书包 里面有我做的报表和数据单 虽然你可能看不懂 但应该明白我没再说谎 妈我知道你很害怕 别担心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这一次王亚晴有些诧异 他诧异的已经不再是钱和事 而是女儿脸上的诞人 以前的女儿如果知道 自己翻了他的书包和抽屉 结果必然是争吵和歇斯底里 可这次温暖主动说出 他翻找抽屉和书包事情 眼神和表情却是那么的平静 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一巴掌 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一巴掌 此时温暖平静的眼神 让他这个妈妈有些害怕 小男我跟你讲 温暖轻轻的摆手 阻止了母亲即将打出习惯性的感情牌 妈 我也是最近才明白一个道理 其实你说的很多话 是错的 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仅仅一张文凭和好分数远远不够 在校园外的现实世界里 获利勇气伊利大胆 气势精明坚强选择 这些东西更为重要 因为我不是象牙塔里的孩子 如今我已经有了分数 也即将拥有文凭 所以我想要触碰一下现实的世界 王亚琴眼睛睁大 不太理解温暖的意思 他心里的不安越发强烈 那种女儿彻底脖离掌控的感觉 犹如心间重灾事摇 我是你吗 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 是 你是我妈 我也一直爱你 但是妈 时代早就变了 随着时代的变革 你的一些观念 也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 你讲的很多事情都没有道理 甚至是错误 至于懂事 我正是因为懂事了 才会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这些 温暖很平静的坐在王亚琴身旁 看着王亚琴已经再次举起的巴掌 并没有闪躲的意思 而王亚琴的手也没有落下 她的表情有些抽气 你怎么能不听妈妈的话 我长大了 温暖脸上平静 和自己妈妈的摊牌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 说是心灰意冷有些过 这种坦白 更像是对自己18年来的总结 是与母亲的和解 母女之情 养育之恩 这羁绊永远无法割舍 哪怕这羁绊上有着许多荆棘 温暖也必须握住她 她想起了之前季风对她说的 当你有能力支撑起这个家之后 你的父母才会跟你心平气和 甚至小心翼翼的说话 这个条例几乎适用于99%的家庭 如今温暖已经有了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能力 以她现在对流量变现的了解 就算离开我也不会饿死 面对曾经那些不可接受的事情 也已经彻底待人 妈等高考结束之后 我会在室里租一栋两居室 那里离医院近一些 通勤也方便一些 不过要等高考结束 我才有时间处理搬家的事情 小奶你怎么自作主张 温暖微笑着打断了王亚晴 妈我希望自己的改变 可以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听我的吧 看着面露微笑的温暖 王亚晴张张嘴 女儿一直都很懂事 但今天她好像真的变了 妈知道了 之后一个月时间的沉淀 让温暖以往身上的自卑退去了 多了几分自信 对人的态度也从冷漠变成了冷冽 这一点季风工作室的成员们最有感触 那种冷冽无情的感觉太明显 做事严谨一丝不苟 原则问题根本没得商量 或许只有站在季风身边时 才会稍微改 从冷漠的温暖总监 变成温柔的温暖总监 而对于学校的普通学生来说 温暖越发的生人物济 要说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就是上个月的15号 温暖领到自己第一笔薪水起 时光在不经意间溜走 高考也来临得很快 有的人对这一天期待已久 有的人对这一天未如梦影 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过往12年的总结 同样这也是一条新旅程的起点 季风家里 季风加油 儿子别有太大压力 门口董开慧和季广循 纷纷为孩子打气 这样的一幕也同时发生 在全国无数个家庭当中 对于千万学子来说 未来这两天 将会是他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转折点 放心吧 汇集老季 你们的儿子现在可牛逼了 翻车不了一点 比起满脸紧张的父母 我倒是一脸淡然 废话 己事为人 真不至于被一个高考下注 对于自己来说 大学只是一个平台 方便吸取人才 方便做事 方便会聚人脉 即使没考上魔都大学 自己也有把握起来 当然 去上大学也有消遣和满足之前遗憾 城市的另一边 温暖拎着袋子 也在和王亚琴 进行着考试前的告课 妈 我走了 小暖 加油 同学们的考场被分布在不同的学校 所以在高考的时候 也谈不上什么同行 第一天上午考语 下午数学 第二天上午综合 下午英语 一上午的考试异常顺达 提卡上就没什么概念模糊 在高考之前 温暖还给他突击抱佛脚了几 现在想来 还是挺有用的 在考完语文之后 我拿出手机 班级群的信息已经逐渐热闹起了 我操 完了完了 你们说的答案 怎么跟我写的一个都对不上 你们作文写的怎么样 班长出来了没 李龙人呢 压着夏天的风 季风同学考得怎么样 压着夏天的风 粗话 我居然看到有人来刺激 而且不止 新说这个时候装死潜水也没什么意思 反正高考结束就各奔东西 还行 和班级里的同学们聊了一会 我又给温暖发了条消息 中午记得吃饭 好 两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班级群也比以往更为热闹 大家纷纷讨论着自己考试的情 分享一些心事 也有些人会谈及对未来大学的向往志愿 我没有参与这些话题 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小痛 只是到了第二天下午 考完英语拿取各自手机的时候 私聊的讯息直接进来 季风你准备报什么大学 看到是顾雪亭的信息 我搓了搓头 刚考完试 就算是他心里也有些波澜 这时候他也不想去说什么重要 考什么大学就不说了人生有梦 各自精彩 以后各自安好吧 我们以后都没有可能了吗 没有 手机前的顾雪亭心情低落 他感觉自己的高考发挥并不算好 虽然不至于考杂了 但也没发挥出平时的水 所以想和季风聊聊天 毕竟高考都结束了 却没想季风会直接给出这样决绝的回答 班级群里依然活跃 高考结束 所有的压力宣泄一空 十几年的苦读终于迎来了终极 高考结束后 我则在忙着工作室搬迁的问题 只是我不知道的是 温暖也和我报了同一所大学